拓海 我买了件很性感的友谊 孙几天记得来车展接我 拓海 你开车真的很棒 飘移也很帅 我想赛车就是真正属于你的世界 交换做事 不过然帮 burial 现在走着 ž广 拓海 我买自己冠村 一定成功 胡忧 菠萱 要赶紧 多酒 只需要舒服 揩护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的确如果你成年了就一定知道腿对男人的重要性 那这五条究竟谁最有力最坚挺呢 我是楚少 本期一车横评将为大叔们找出答案 下面正式介绍一下他们 第一步是少年狼的一生之敌 梅塞德斯奔驰GLE450 海外版的450都是3.0T直列六缸 可卖给咱们的是2.5T直列六缸 动力参数丝毫没变 但车传税却简单 奔驰总是通过做减法的方式 帮我们省钱 这样良心的企业不明白键盘侠 为什么老喷人家 第二步是千呼万唤使出来的 宝马X540LI 活产后不仅加长了轴距 还给3.0TB58直列六缸发动机 加入了48伏轻混系统 动力比之进口车型 锐减了奇马力 第三步是BBA里的A 奥迪Q755TFSI 搭载了3.0TV6加48伏轻混动力单元 它的四驱是油门使尽才 剩下的交给夸臭里面的那个真夸臭 第四步是便宜又大碗的 美系车林肯飞行家 指导价5车最低 三维5车最大 3.0V6发动机搭载了双涡轮增压器 这让它有着全场最大的扭矩参数 最后一步是沃尔沃XC90B6 如果按排量级正义 钢数级尊严的原则 搭载2.0T4钢机的 它只配做小孩那桌 不过飞气涡轮加电子涡轮双增压 让XC90把马力也干到了小300匹 于是有了坐而论道的资格 说到动力 大家觉得动力对于这些大叔车来说重要吗 我认为不重要也重要 说不重要是因为有钱人从不赶时间 他们迟到了有人等 说重要 是因为他们要有让86 从后视镜里的世界消失的实力 那究竟谁的背影 最能让86绝望呢 一起来看这场直线加速赛的 结果吧 日式不决 选煤奔 弹射模式准备 三盏红灯熄灭 走 奔驰在起步中建立了巨大的优势 电子波门YYDS 哇 哎呦不过 不过 宝马和奥迪是在后城开了DRS吗 排量啊 数得排量上了 别看我五五宣宣的叫的挺欢 但拿到五部大叔车的短跑成绩单 只能说我是个好演员 因为这些数字 本不该掀起内心任何波澜 同名出现的是奥迪Q755TFSI 有趣的是 他既不是全场马力最大的 也不是体重最轻的 就连油门使劲才 剩下的交给夸丑 也没能让他凭借明星四驱 在起步阶段建立任何优势 但人家就是能冠军带回 我愿将这种玄学称之为底蕴 毕竟燃油性能SUV一条街 打听打听谁是爹 再打听一下爹和谁共用了平台 你就了然了 奥迪Q7实测破败用时6.18秒 全场排名第二 共用时14.38秒完成充限 尾速达到了158.20公里每小时 这两项成绩均全场第一 不过哪怕它已经是最快的大叔车了 但如果您看过前一期 30万级最强混动SUV横平的话 就一定知道 奥迪Q7的成绩 只能勉强跟住裸车价不到30万的问界M5 并远远的问人的一句 你百公里真的烧14个油吗 如果跟那期加速性能最强的 摩卡DHT PHEV比 Q7甚至看不清人家的车牌号 只能隐隐绰绰的看到它车尾贴的标语 增程式混动 全行业最落后 本场破败用时最快的是奔驰GLE450 实测成绩6.13秒 源自F1技术的电子涡轮 确实让它在头200米推背感最为强烈 如果在红绿灯较为稠密的路段 该说不说 让86最为绝望的还得是奔驰 不过在冲刺赛的中后程 被阉割掉的排量不可能不对它产生任何负面影响 所以GLE相继被Q7和X5L超越 最终用时14.45秒完成冲线 尾速为154.27公里每小时 寄军代归 宝马X5L实测破败用时6.26秒 共用时14.41秒完成400米冲刺 尾速155.66公里每小时 获得第二名 国产后的X5L不仅加长了轴距增加了体重 轻混系统的加持 减碳取向的偏移 也让它马力有所下降 所以仅从性能角度讲 国产X5L相较于进口标轴车型 无疑是负升级 接下来二线豪华品牌不仅在咖位上 在加速表现上也实打实和玉三家拉开了差距 林肯飞行家排名第四 实测破败用时6.80秒 400米冲刺 共用14.98秒 尾速148.96公里每小时 虽然飞行家坐拥两颗大窝轮和十个档位 但也敌不过宁少石马力不多一公斤的真理 全场最沉的体重还是影响了它跨越阶层 沃尔沃XC90B6排名第五是实质名归 毕竟刚速和排量的限制 让它哪怕斗志满满 但也无法超脱生理极限 它实测破败用时为7.81秒 共用时15.72秒完成冲刺 每速145.73公里每小时 而追在五车身后的这一代斯巴鲁86 货外用时在7.7秒左右 也就意味着全场大输车中 只有XC90是被拖海步步逼近的 不过考虑到沃尔沃和厂上其他四车 在落地架上的差距 我觉得它的慢不是慢 应该叫沉稳更合适 看完五部中大型豪华SUV的加速成绩单 楚少不禁感慨开燃油车聊加速 真的是昨日黄花了 在这个时代脱海但凡汽油从电 那花个二三十万 能从侧窗把坐奔驰的下树盯到无地自容 但它如果依旧是个Petrohead 以少年狼的财力 它也只能继续是人家后世敬礼的世界 越来越远的道别了 接下来是五部豪华中大型SUV连续六次100公里每小时 全力沙停到零的制动测试 测试当天气温31度 地面温度不足40度 所以并不算恶劣的测试条件 一侧跟安全相关的项目 沃尔沃马上告诉你什么叫做大师 搭载了四条宽度275码牌CSC5轮胎的XC90 一举拿下本项测试的头名 最短沙停距离36.22米 六次平均成绩36.80米 这个成绩优秀到什么程度呢 优秀到沃尔沃的平均沙停距离 甚至比第二名的最短沙停距离还短 搭载胎285 威奈利T0轮胎的奥迪Q7排名第二 最优成绩36.94米 六次平均成绩37.82米 另外奥迪的平均沙停成绩 也好于第三名的最优成绩 宝马甚至于骨血中对操控的追求 让他搭载了前后不等宽的轮胎 前轮胎宽275 后轮胎宽甚至达到了315 品牌型号和奥迪相同 均为倍耐力P0 X5L最短沙停距离38.13米 六次平均成绩38.96米 而且第三名宝马的平均成绩 同样好过了第四名的最优成绩 搭载四条宽度275米 麒麟懒图三轮胎的奔驰GLE 以最短沙停距离39.22米 六次平均39.79米的成绩 排名第四 已经濒临代表着成绩较差的40米红线了 超软的悬架也让他在全力制动时 弹跳现象严重 极具戏剧性的是 第四名GLE450的平均成绩 又又又好于了第五名 林肯飞行家的最优成绩 飞行家用了40.90米 才让全场最沉的体重停了下来 另外在六次测试中 他出现了热摔现象 平均沙停成绩为42.17米 这种排名靠前车型平均成绩 好于下一名最优成绩的规律 说明了两点 一 这些个豪车制动稳定性是很强的 二 它们彼此之间的差距也挺鲜明的 接下来是考验这五栋二层小楼 极打方向躲避障碍物时 容不容易失控的迷路测试 为了让各自尊贵的车主在危机关头 能保证安全和健康 可以继续买车和消费 五部车在操控稳定性方面 可谓用尽浑身解数 所以无论成功通过速度是高是低 主观异工度方面 它们都得到了四星及以上的成绩 成功通过速度最高的是宝马X5L 成绩达到了令人惊叹的79.80公里每小时 一车横平测试过的SUV里 只有吉利星月L高于这个成绩 可吉利车长不足4米8 但X5L车长甚至超过了5米 不得不感叹操控素质方面 宝马你大爷还是你大爷 不过如果脱离ISO3888-2 这个迷路测试规范的话 它俩成绩都得被赛道级吊打 由于X5L前后搭载了不等宽的轮胎 275胎宽的前轮令车筒敏捷灵动 315胎宽的后轮又能提供充足的抓地力 让车位保持稳定 只是宝马ESP的标定逻辑 过于偏重驾驶乐趣 所以它的工作职责 以纠正姿态为主 制动降速为服 这就导致X5L避障全程车速偏高 可能会给非专业车手带来恐惧和紧张感 异红度得到四星 奥迪Q755 TFSI 以78.10公里每小时的成功通过速度排名第二 可能令许多观众出乎意料 毕竟从它的长相和身材看 应该是一部稳重到有心恩木讷的车 可实际在极打方向的过程中 Q7车头的灵敏度和指向性丝毫不出宝满 ESP标定更是妙道豪颠 如果你大幅度极打方向 ESP会判定现在遇到危险的是一个 驾驶经验不太丰富 且已正惊慌失措的新手 那它便会施加较大的制动力 第一时间降低车速让你安心下来 如果你只是小角度极打方向 那ESP会认为你驾驶端位不低 且能hold住场面 它制动的力度就会较为缓和 主要以纠正车辆姿态为主 如此老练的标定 值得一个一孤度五星的好评 接下来的排名顺序是 沃尔沃XC90以73.80公里每小时的 成功通过速度排名第三 林肯飞行家72.30公里每小时 排名第四 奔驰GLE45070.80公里每小时 排名垫底 三车一起说不是因为楚哨泛滥 是因为这三部车的动态表现 和ESP标定逻辑神经相似 它们都有这两吨以上中大型SUV 本该有的那种大车感 车头响应略显之后 推头趋势较为明显 ESP标定也统一是将失控扼杀于摇篮里的 大力制动降速逻辑 给驾驶者很高的安心感 一空吐都能得到四星 如果说直线加速赛是仗着刚多欺负人了 那大叔的恐怖就在于 他会在你擅长的领域打败你 就比如在赛道里拉抱你的自尊心吧 这场旧七少年穷大奖赛 还是在大家无比熟悉的 全长1.994公里的一车金港赛道打响 比赛当日气温31度 地面温度不到40 在揭晓五部大叔车的成绩之前 我们不妨先来复习一下 直线加速性能吊打他们的 三部30万级混动SUV的圈速 问界M5 1分19秒53 摩卡DHTPH1V1分20秒41 旁DMP1分22秒74 成绩基本成谁尺寸紧凑谁圈速快 谁弯道性能强谁圈速快 谁直线提速巨快谁圈速快的趋势 那五部身材明显壮硕 但加速性能甚至更弱的中大型SUV 会拿出怎样的表现呢 为了方便故弄玄虚 楚少决定按成绩倒序来公布结果 排名第五的并不是刚数和排量 最美排面的沃尔沃XC90 而是体型最魁梧的林肯飞行家 一号弯前飞行家长直线尾速为150.28公里每小时 对于一部有着双涡轮的六缸机来说 这个加速表现并不算快 一进弯道 飞行家更是泥牛入海的状态 过软的悬架让他弯前重杀造成的车身抚养 极易令车辆衰尾 巨幅的特径又让他在弯中推头明显 弯道性能不强 不过也不难理解 毕竟诞生飞行家的国家赛车比赛都不带拐弯的 所以人家压根没有这个训练环境 冲过龙门圈速定格 1分20秒95 几乎追平了车长短20公分的摩卡DHT PHEV 这下大家知道摩卡性能版和唐DMP的弯道性能 属于什么水平了吧 排名倒数第二的还不是沃尔沃 而是奔驰GLE450 长直线尾速方面奔驰和林肯神机一致 为150.26公里每小时 比尾速更像的是两部车的弯道姿态 林肯飞行家和奔驰航海家在极限操控状态下 悬架支撑力度均不足 所以重刹甩尾和弯中推头是过弯主旋律 开船感明显 不能完全关闭的ESP还会在出弯时 对GLE450的动力释放产生一定干扰 唯一的优势可能就是车身尺寸相对紧凑了 最终圈速定格在1分19秒66 看完这个成绩相信奔驰粉们更矮了 本来以为180万就能买个标呢 没想到还能跑能跳的 像全世界安利我家哥哥 排名第三的便是沃尔沃XC90 排量和刚速上的先天不足 确实让它在长直线尾速方面 只做出了146.43公里每小时 这个全场最慢成绩 不过一进弯道 XC90坚挺的悬架支撑和中性的转向手感 就开始大发神威了 不仅过弯姿态干净利落 用时尚也在独断抢回劣势 当真是弯道快才是真的快 谁直线不会踩油门啊 冲过龙门圈速定格 1分19秒25 刚速最少不可怕 谁比它慢谁尴尬 最后只剩宝马X5L和奥迪Q7 没有公布圈速成绩了 Bimmer们可以准备开香槟了 我们先来看宝马的表现 X5L长支线尾速153.54公里每小时 果不其然是已出场选手中的最佳成绩 进入弯道后 宝马继续大修自己的操控实力 姿态稳定 敏捷易控 非要说点缺点 就是这代克拉尔平台对舒适性进入了大幅妥协 转向手感更为轻盈散漫 也就意味着车手在过弯时方向盘角度就要打得更大一些 不过瑕不掩鱼 冲过龙门成绩揭晓 1分18秒61 比沃尔沃快了一个世界还多 面对X5L如此优异的成绩 奥迪Q7是直接投降 还是走走流程呢 他还是决定上场各着身 1号弯前长直线 Q7做出了153.81公里每小时的全场最高尾速 嗯 毕竟是刚刚直线加速赛的投名嘛 正常正常 逼门莫慌 你等他入弯的 进入弯道 奥迪Q7的姿态 也不赖啊 全旅悬架的加持大大降低了他的皇下重量 这让Q7不仅弯中悬甲支撑到位姿态稳定 同时车头响应也足够敏捷灵动 祖尼偏尘的转向让车手可以用更紧凑的动作就完成过弯 冲过龙门圈速定格 1分16秒86 整整比宝马X5L快了3.5个世界 看到这个成绩 奥迪粉和宝马粉都沉没了 一门沉没的原因是羞愧难当 半场开香槟 现在脸颊生疼 奥迪粉沉没的原因是受宠若惊 难不成我们冲的实在是太多了 五部大叔车的成绩公布完毕 那他们的表现可以拉爆脱海的自尊心吗 我们从一车圈速榜中不难查到 上代48686在这条赛道的圈速是1分13秒72 我们就算教主能再让一条腿 再慢再慢 圈速也不可能超过1分16 所以大叔们承认吧 刚刚确实是自己说话太大声了 大叔的智慧呢 就是在于当他发现无法在你擅长的领域打败你时 就会换条赛道 比如你体能好 他就给你拼技巧 比如你只会带着下树去赛道日让他帮你喊加油 但大叔呢却早已在上下树 乡间田野自驾游 不过从赛道换到烂道 四驱性能必须可靠 场上不乏夸臭 Formatic X-Drive等名将 究竟谁更猛呢 我们来浅测一下 刚刚林肯飞行家踩着的那个 就是节目组购置的一套驼风器具 如果那部车在交叉轴车轮悬空的状态下下不来台了 那我们节目效果不就高潮了吗 但事实是 五步车均是两个大跨步就轻松完成了交叉轴脱困 生怕由于一秒都对不起自己的身价 既然这一套器具强度不够 那我们便祭出滑轮组让考验升级 场上五步车中 BBA和林肯飞行家诞生于纵制后驱平台 所以他们的四驱可以简单理解为是以后驱为主的四驱 World War X-90诞生于横制前驱平台 相应的它的四驱可以理解为是以前驱为主的四驱 那本质让大多数选手测试从易到难的原则 我们先考验五车三个车轮打滑 仅靠单后轮能否成功脱困 打开越野模式的奥迪Q7 打开复杂路况模式的林肯飞行家 没有越野选项 只能打开自适应模式的宝马X5L 脱困均胜似闲停顺步 给油集出 越野模式下的奔驰GLE450 如果只清点油门的话 四驱锁止力度不坚决 不过加大油门开度后也能顺利脱困 这局的看点当然是使用 非惯用手参赛的World War的测试结果 越野模式下 只要您将转速踩过2000转 XC90同样能轻松脱困 看来第五代汉德全十四驱系统 还是靠得住的 接下来对于四部纵制后驱平台的车型来说 难度就要提升了 三个车轮打滑 看仅靠单前轮能否成功脱困 XC90的表现当然没有任何悬念 换成惯用手爬上岸那简直是手拿板钻 ODQ7和奔驰GLE同样如履平地 宝马X5L稍稍吃了没有越野模式的亏 打滑车轮锁止和动力分配都略显迟缓 需要稳住油门踩上一会儿才能成功脱困 林肯飞行家是全场唯一没能成功上岸的 虽然四驱系统疯狂介入工作 但对打滑车轮始终所指不明显 而且动力似乎不能被精准有效地分配到有附着力的单前轮上 随着战况被拖入持久站 林肯的四驱系统还出现了限制动力和过热暴挫的状况 对于飞行家包括另外四部全部通关的车型的车主 楚少还是想提醒一句 这些身骄体贵的豪车回个乡下就可以了 但要真想玩 那山是山 河是河 野河还得酷路泽 进组条至此 五部豪华中大型SUV性能部分的评测就告一段落了 接下来咱们聊聊油耗 可能有小伙伴会说 人家豪车车主还在乎这撒瓜俩枣的油浅 话不能这么说 前段时间连任正非都表示 今年以保命为主 要让每个员工感到寒意 这五部车的车主大概率是企业中高层 那个位置更是高处不生寒 所以燃油经济性他们不可能不在乎 油耗测试当日 东边日出西边雨 气温从24度横跨到33度 设置为24度风量自动的空调 负载也是有时青睐有时重 五部车驾驶模式均调制舒适或标准 油耗测试全程共计250公里 城市和高速占比约55比45 城区路况偶有拥堵 平均速度36公里每小时 高速则一路畅通 平均速度79公里每小时 为了规避不同驾驶风格和编队行驶时 不同风阻对成绩的影响 我们会阶段性交替驾驶员并交换车队顺序 下面来公布结果 由于最近一车横平坐混动车比较多 我们已经非常习惯战况焦逐到小数点后两位的场面了 但这五部车作为同级别 同价位区间 同能源类型的对手 最废油的那个居然比最省油的那个油耗高出了55% 真是活久见了 大家一定认为最废油的那个是林肯飞行家吧 的确美系车骨子里是没啥节油基因 外加上它又是全场最沉且唯一没有使用轻混系统的一个 这让它的实测综合油耗达到了11.8升每百公里 不过它也是全场唯一能吃粗粮的 以当日92油价8.78元每升计算 飞行加油费1块钱1公里 燃油经济性确实欠佳 但它还真不是那只胃口最大的油老虎 油耗表现垫底的是奥迪Q27 55 TFSI 它既不是全场最沉的 也不是马力调教最激进的 六缸发动机还乖乖加入了48伏轻混系统 但它的实测综合油耗就是高达13.0升每百公里 以当日95油价9.35元每升计算 Q27每公里油费要1.22元 这一切若非玄雪 那高油耗的锅 恐怕要有五车中最高的车身风阻系数来背了 阔湖据本人全网搜刮到的 不保证绝对正确的数据统计 那跑100公里能比奥迪Q27 乘4个多油的 一定是全场排量和钢数最环保的沃尔沃XC90吧 的确使用了四缸发动机加48伏轻混系统 且全场体重最轻的XC90燃油经济性表现不错 实测综合油耗仅为9.4升每百公里 折合每公里油费为8毛8 但它还真不是全场节油王 这个最能帮富人省钱的车是 宝马X540LY 加入的轻混降低的马力 此刻都得到了救赎 因为它的实测综合油耗居然低至8.4升每百公里 X5L 3.0T车型WLTC标称综合油耗是9.3升每百公里 也就是它的实测油耗甚至远低于官宣油耗 此外2.0T的X5L WLTC综合油耗 仅比3.0T低了0.4升 这下回谁再说自己不买6缸X5L的原因是怕费油 您可以直接拆穿它 以实测油耗计算 X540LY每公里油费7毛8 如果一每年都跑2万公里统计 宝马车主光油费就能比Q7车主省下8800块钱 用这笔钱再买部手机 干点有两部手机的人才能干的事 它不香吗 最后搭载了ISD电机的奔驰GL1450油耗表现全场居中 实测综合油耗9.8升每百公里 每公里油费9毛1 和5部车充分思摸过后 我们来对比一下它们的行驶品质和日常使用感受 作为落地都搭几十万的豪华SUV 大家是不是觉得拥有了它们也就能享受到几乎顶级的行驶质感了 放在几年前或许是 但是今时今日 综合动力的平顺度加响应速度 以及底盘的绿震的舒适度和隔绝感这些指标 场上表现最好的选手可能也不会比一部有空气悬架的极客001优越太多 所以不得不说 近几年涌现出的精品电动车 确实让旧时豪车行驶感飞入了寻常百姓家 那回到5车之间的排名 有三位选手我觉得都有资格染指行驶质感第一的宝座 那就是BBA 它们的表现可谓是博种之间各有优劣 私心点我会把奔驰GLE排在第一 毕竟三叉星辉的车标天下谁人不喜欢 那抛开品牌加持 GLE的驾驶感受也是最对豪华中大型SUV的味的 满满的吧台大叫感 无论是应对长波浪路还是颠波烂路 GLE就一个字 那就是软 舒适度无以复加 另外虽然排量从3.0T缩水到了2.5T 但引擎声浪却丝毫没有折扣 犹如一只大型猫科动物在隧道里咆哮 那个悦耳的程度 吊打X5L的直6和奥迪QG的V6 这点是真的很重要 时至今日还花这么多钱买油车的 不就图文口汽油味听你耳朵声浪了吗 此外GLE的中途再加速响应 也没有因为排量缩水而变得迟缓 甚至是五车中反应最快的 脚道起速道 这应该归功于GLE引擎 有电子波轮的加持 这项源于F1的科技 确实让动力响应增益明显 但GLE的缺点在于奔驰自研的9AT变速箱 在中低速行驶时候换挡的顿挫感比较强 尤其以二档和三档之间的升降 尤为明显 宝马X5L便很好地解决了GLE换挡顿挫的缺点 财富8AT变速箱在日常驾驶中 绝对是隐身级的水准 让你几乎感觉不到它在升升降降 而且中途再加速的时候 变速箱的降挡速度也可谓是五车最快 动力响应仅次于奔驰 它的缺点是虽然日常开起来 也是GLE那般路上游轮的舒适感 但压过坑挖颠簸的时候 绿震相当的生硬 悬架工作风格较为割裂 还有一处设计上的槽点 就是中控区域的无线充电板 把水杯槽侵占的只剩下一个了 前排储物空间是严重不足 不过这倒也是符合国人的特点 就是自己饿了渴了都不打紧 但是手机要是饿了 就立马会变得贼焦虑 不过说实话 这充电板的充电速度说是一般 奥迪扣七也能竞争第一名的资本 是出色的行驶质感和底盘调教 在长波浪路上 比起奔驰宝马的呼呼呦呦 Q7会显得更加的紧致得道 在颠簸烂路上 滤震又能比宝马更加的奔驰一些 任而不颠 空气悬架的整体工作表现可以说是非常的出色 但驾驶方面还是有两个缺点 其一是3.0T大涡轮的涡轮持质 加之8AT变速箱的降挡持质 二者的叠加就让Q7中途再加速的这种响应明显迟缓 澎湃的动力要等好一下才来 其二是Q7的转向力度 无论在任何模式下 低速的状态都显得格外的沉重 是那种对女车主十分不友好的沉 随着车速提升才逐渐的恢复正常 这样的设定岂不是明摆着要拒绝花开富贵阿姨发来的好友申请吗 整体来说 Q7是五车当中驾驶风格相当独树一致的一个极其的慵懒 日常开有种有劲却不太想出的感觉 可能它的内心OS是车辆的悲欢并不相通 我只觉得他们吵闹 风格上极端反向奥迪的便是林肯飞行家 动力输出和引擎声浪时刻都在鸡血状态 不断用推背感和听感提醒车主和路人 它有着六个气缸和两颗涡轮 如果您以貌取车的话 那快投全场最大的飞行家就像搜航空母舰 航母调头有多费劲的您可以去问问哈里马奎尔 但实际上飞行家底盘调教比BBA来的都要 紧致运动转向也很精准凌厉 可以说它是五车当中运动感最强的一部 就好像身高一米九两百多斤的人 明明应该是站桩中锋 但他却喜欢一个大爆汤拉边难顾 但如果您就喜欢这种风格 那飞行家的确是豪华中大型SUV里的独一份 最后在行驶品质上与其他四部车差距明显的 便是沃尔沃 XC90 它和X5L一样都是只有顶配才有空气悬架 但很可惜我们没有租到 所以接下来的结论只针对搭载了机械悬架的XC90 首先压过颠簸烂路时 XC90的滤震最为硬颠 行驶在铺装质量正常的路面上 它的隔绝感也是全场最差的 其次是爱新8AT变速箱 在中途再加速时候的降挡速度 全场最慢 从一脚油门下去到动力袭来 中间的迟滞时间真的令人尴尬 最后一点是作为全场唯一的四缸车 它引擎所发出的就不能称之为声浪了 怎么去形容四缸和六缸发动机之间的区别呢 四缸就好比是你让周深去唱向天在界500年 虽然音准和节奏都不会有任何的问题 但就是少了韩磊雄魂的王霸之气 不过一切脱离价格流感受都是耍流氓 XC90作为一部实际落地价 应该跟高配X3GLC去对标的车 它行驶品质与四车的差距 远没有落地价与四车的差距大 由于到了这个级别 到了这个价位 楚哨最后多嘴提一句五部车的音响 从我一个非专业人士 但也并非木耳的听觉草率来判断 音响排序应该是 X5L的哈曼卡顿第一 GLE的原厂音响第二 Q7的原厂音响和飞行家的瑞威并列第三 XC90的原厂音响电底 大家不妨来感受一下 让我与你我别再紧紧抽出我的手 直到思念 直到思念 从此深根 死亡率车型 除了车体结构固若金汤外 相信它的主动安全系统的实力 那也在大气层 那场上的四位 能在沃尔沃的舒适区里打败XC90吗 我们马上来实测一下 直接公布答案 能 还真有一位精锐在沃尔沃的BGM里打败了他 而这个名字相信大家不难猜到 测试开始前 我们照例手动断开了 会将发动机盖弹起的行人保护装置 并将A1B系统的灵敏度设置为正常或居中档位 按从意到难的测试原则 第一项让A1B面对静止障碍车 通常选手们这项测试的成绩 基本就是各自A1B能安全杀停的时速上限了 全场身价最高的奔驰GL1450和体型最大的林肯飞行家 成绩只为时速50克沙停 这样的上限也就意味着二位算是退出争贯行列了 宝马X5L和奥迪Q7本轮占平 均为时速60克沙停 最佳成绩的缔造者无疑是安全大师 XC90面对静止假车时速70克沙停 独领风骚 虽然宝马奥迪沃尔沃的安全带 均有紧急制动收紧功能 但宝马奥迪的收紧力度更多是保护 可XC90的雄暴力度除了保护之外 绝对有提神醒脑的功效 接下来难度升级 考验视线被挡起前车突然躲闪后 A1B面对静止假车的表现 对于这道考纲外的附加体沃尔沃表示 节目组不讲武德 偷袭我这个安全大师 在本轮中 XC90、JL1450和飞行家 连时速30的起测线都没通过 X5L和奥迪Q7取得有效成绩 不过也仅为时速30克沙停 五步豪车整体表现令人失望 第三项是A1B面对身高仅1米2的儿童小甲人的测试 由于目标反射面积小且给予路面环境相容 该项成绩一般相较于静止假车会有所下降 XC90就遵循了这个规律 面对假车可以做到时速70沙停的他 面对小甲人成绩下降为时速60克沙停 可宝马和奥迪就有点不遵守游戏规则了 面对儿童假人双双做到了时速70克沙停 甚至比面对假车表现更好 体现出了对生命的敬畏 GLE450是奔驰祖传的认前不认人 全无识别和制动直接惨案 林肯飞行家则是认人为车 成绩为时速40克沙停 最后一项是孤儿冲锋鬼探头测试 由于目标本身就小 加持在快速移动 留给系统识别反应时间都短 所以难度可谓拉满 奔驰GLE的A1B延续了对假人的一贯态度 直接撞飞 前三项测试中相当能打的奥迪Q7 本轮却发挥失常 频繁出现识别障碍 最终连时速30的起测线都没通过 痛失好局 林肯飞行家本轮排名第三 做到了时速40克沙停的成绩 X5L和XC90鬼探头成绩并列第一 均为时速50克沙停 在一般机飞混合路上 已经有实用价值了 至此答案也就清晰了 能在沃尔沃的舒适区里打败它的 正是向来在主动刹车测试中 表现优异的宝马 盼望着盼望着 小爱同学来了 正片的脚步近了 接着来就是大家 翘首以待的空间及舒适度体验环节 对于这些重大型豪华SUV而言 这项表现尤其重要 毕竟回乡路上情之所致 停车坐爱风临晚 双月踩云二月花 总要有个舒服的地方 休憩不适 五部车从座椅布局上分为了两个阵营 宝马X5L和奔驰GLE主张大五座 另外三部车追求三排座 但大家不妨想象一下 在发动机舱硕大但车身又只有五米的情况下 要往车内C三排座椅这能舒服吗 所以自然有人只能得到小爱的中屏 就比如Q7和XC90 Q7作为奥迪家族中仅次于Q6的旗舰级产品 阔弧加狗头 第二排头腿空间对于身高167的小爱来说都足够充裕了 而且二排采用了三张独立座椅 社交距离感也营造的很好 另外您甚至可以在二排找到点烟器 和布置在两侧门板上的烟灰缸 处处彰显着自己old money的调调 不过这让老钱们做板凳是不是就有点过分了 虽然Q7座椅面料用上了Napa真皮 可填充物实在太过单薄生硬 舒适度甚至不如某国产混动紧凑型SV 为什么Q7要把二排座椅做得如此寒酸呢 这无疑是想为第三排争取空间 可梦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 看看小爱那紧紧顶住二排椅背的双腿 看看那仅剩两指的头部空间 感觉Q7二排三排都没照顾好 赔了夫人又折兵 在空间舒适度方面 XC90人称小Q7 他俩的设计思路和成果展示简直太像了 二排都是三张独立座椅 每张座椅的乘坐感都是又薄又硬 第三排除了同款膝盖顶腿外 头部也是同款的两指空间 林肯飞行家就比较聪明 低配是七座布局 但中配几以上就升级成了六座布局 坐用两张头等舱座椅的他 最起码把第二排舒适度给保住了 不仅座椅承托感和软糯感拉满 配置上更是无人能出其用 楚少就不表演爆菜名了 毕竟那是华少该干的事 浅浅形容一下吧 500万以内最好的家用SV 应该就是照着飞行家抄的配置单 至于第三排飞行家的空间和舒适度表现 并没有比Q7和XC90墙上分毫 只是在进入第三排的轻松度上 飞行家比奥迪沃尔沃做的都好 轻按一键便可将二排座椅放倒 并让它前滚翻 女士操作也全无难度 宝马X5L和奔驰GLE 由于各自上面有着X7和GLS俩大哥 所以他们并没有摊打求全的布局三排座椅 这让他们都得到了小爱赞的评价 宽硕的头腿空间 到位的坐垫承托 陷入感明显的软糯填充 是他们的共性优点 但不足之处则各有不同 GLE450的缺点有两处 其一是后排配置过于寡淡 全场身价最高 但连个后排独立空调都不给你 座椅电动调节和老板件是唯二N次 其二是前排扶手箱延伸过长 导致后排满圆的情况下 中间乘客坐姿尴尬 逼人劈腿绝非身世所为 而无论空间还是舒适度 都令人欲仙欲死的长轴X5 只有一个小槽点 那就是椅背角度是五车中 唯一不支持调节的 剥夺了富人选择的权利 另外有处小设计 令我们挺不解的 X5L在前排以背处贴了一张软垫 但这个位置明显无法贴合 后排乘客的腿部啊 有没有平时玩的比较花的朋友给讲讲 它的妙用是什么呢 所有项目测试完毕后呢 按理说就该到了总结和选买推荐的时间了 但本集特殊 因为厂商万般 这些表象唯有拆解见真章 都是大几十万的豪车 谁要是偷门材料减配 那车主得多憋屈啊 所以最终结论呢 还要结合材质用料和设计工艺一同给出 这样说来 四天后上线的一车横平直超你老底 是不是特别值得关注呢 我是楚上 期待您的三连支持 咱们下期再见